這個線段的角度往這個方向,就是0度 那當然轉一圈過來,變成0度在這裡的話,90度就在下面 180就在換一邊了,270在上面 那但是絕對的話呢 就是還是一樣,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角度 比如說我畫出第一個線段之後 第二個線段應該是多少度呢? 120,所以其實你可以看絕對的就好了 絕對的話看上面 120,所以出現120之後,那長度多少? 長度的話是20,所以輸入 出現120之後的話,20Enter 輸入20 20Enter 好了,以後的話呢,再來就是 那你特別注意喔,這個線段現在往這個方向是0度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它有個夾角是120,那我怎麼辦? 我先調整到0度的位置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我就直接怎麼樣? 往回推 有沒有,往這個方向是那個 是負值對不對? 所以呢,我如果現在是0度,那我應該推120,也就是說 把它當成360來看 360再往回推120應該是幾度? 應該是 240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就直接 這個方向 轉過來,所以 這邊的話,我只要轉到 不過特別注意喔,它這裡有個陷阱,為什麼? 因為 它這邊 這邊應該是 它這邊雖然是標120對不對? 可是我們應該是 這個角度嘛 所以這邊應該是 60 所以 轉過來之後的話呢,也就360再減60 所以看到 300 就是我們要的角度 所以這邊的話呢,你可以用 300轉過來就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原來0度對不對? 相對於 上一個線到0度,然後轉過來看到300 就是我們要的一個 角度 300 300 看到300 長度50Enter,這樣就好了 再來的話,拉水平 拉水平嘛,水平比較簡單 15Enter 再來的話,角度30 30的話可以用絕對的 所以你可以看上面這邊一個角度30 出現30之後,給它長度24 Enter 再來的話,拉水平 水平的話呢,距離5,所以5Enter 再來的話,這個角度是多少 45 所以呢,往下拉45就可以了,45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當然也可以用絕對的 絕對的話呢,就是 這個 往下,接下來是0度嘛,往下拉45度,所以這邊45度 再輸入多少呢,輸入6 Enter 再垂直 垂直 往下5 Enter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角度 再來的話呢,這邊有一個角 30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角度呢 是0度對不對 然後往這個方向 也就再扣掉 30 就是330 330之後的話呢,再給它一個 長度是多少 35 這題還蠻複雜的 好了,以後的話呢,再來就是我們還有這個4 那4的話呢,它之間的 角度是30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你必須要 這個方向是 0度嘛對不對 所以再往這個方向 再扣掉30 所以是330 所以輸入4 Enter 再來的話呢 再轉過來 轉過來 他們之間的距離 它這條線 有沒有 之間的那個 角度